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 怎样让京东APP每天的自动签到 包括京东金融 好 直接进入正题 大家每天如果是用京东购物的话 会发现它有优惠券 对不对 然后还有那个京豆 就是在京东购物APP里面 然后那个在那个叫什么 京东金融里面有一个那个 呃 钢蹦签到领钢蹦等之类的 只要是签到的 然后今天我们这一个的话 直接就可以每天在教大家自动签到 不用自己在手动签到了 很麻烦 省得也忘掉什么东西 然后这边我跟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了 呃 大家这是我自己建的一个服务的 呃 平台 啊 然后 呃 大家可以免费用吧 呃 但是这个我们这个好处就是说 我这个不需要不需要就是科学上网就可以访问了 大家如果科学上网的访问的话 呃 也也我跟大家推荐一个平台 就是这一个 呃 呃 这一个了 呃 这个要科学上网 啊 科学上网我上一期视频 我也分享给大家了 呃 呃 我的VPN吧 然后大家搜索密码 我微信公众里面 呃 回复密码 关键字 关键字密码就可以看到了 呃 然后 然后这边的话 母板比较多 我给你带大家看一下首页 他的母板比较多 呃 呃 然后我这个是自己用的 呃 没有母板 呃 母板是要自己去 自己去下吧 自己去下 呃 像这些母板下到我那里去 呃 然后后面 我现在直接讲吧 用我这个讲 呃 首先我们要用到一个HAR的文件 呃 我这边已经是做好的的 呃 到时候我会打包给大家 就是这个文件 HAR的文件 把这个做好 呃 把母板做好 首先添加 呃 添加把这个HAR上传上去 呃 上传上去 然后我们看一下桌面 就是这个了 开进去 呃 这里都不用填 直接上传 上传完之后 直接保存就行了 呃 直接保存就行了 我这边已经保存了 我就不保存了 保存完之后就会得到这个了 得到这个之后 然后我们就要新建 呃 新建 新建 新建这个东西 大家会看到 他需要一个URL URL是什么 就是一个网址 呃 有这个网址之后 你就可以自动的签到了 呃 呃 然后这个重点 今天的重点就是这个网址 呃 因为是手机APP签到 所以我们要用那个手机 呃 首先 我们需要用到这个APP 抓包APP 我现在 大家稍等一下 我连一下我的手机 好 我连一下这个投屏的软件 呃 这个投屏的软件 呃 这个投屏的软件 我也讲过 呃 也在那个 我前前面的视频讲过 大家稍等 我连一下手机啊 呃 看一下 呃 大家稍等 啊 找一下这个投屏软件 啊 找到了 等我开一下 呃 连一下网络啊 稍等 好 呃 呃 好 连上了 呃 就这里了 呃 大家看看看一下 这个APP 呃 这个 这个APP 安装之后 就会是这一个了 好 大家安装完之后 我现在打开 安装之后 你刚安安装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 你一般 选 下一步下一步 然后如果弹出什么 你允许就行了 他有一个 有一个 那个 弹窗 他要你 那个 连接 一个叫什么 我想什么 哎 我都太想不起来了 好像是建立一个VPN吧 呃 反正允许权限 你选择第一项就可以了 安装证书 想起来了 安装证书 呃 这个打开之后 他会安装 他会安装的时候 会有一个安装证书的提醒 你选择第一步 就是第一个 啊 开头的 爱什么 intel instell吧 呃 你选择安装证书 然后同意 同意 然后下一步就进入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就是呃 然后打开这个之后 我们要选择 呃 这一个 选择第一个 带一的这一个 选择带一的这一个 呃 之后呢 然后你选择自己的应用 他打开之后会有很多应用 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吧 呃 稍等 然后你大家选择 京东京龙就行了 选择之后 他就会运 呃 好像断了 连屏的好像断了 我重新连一下 不好意思 因为我连打开这个之后 他就会开通一个VPN 所以他 我这个手机投屏就会断 是这个原因 然后 然后 呃 看一下啊 然后打开这个按钮之后 他就变成红色的 红色的就可以 呃 他就会 你看到没有 他就生成一条数据了 大家就可以 在这个数据里面 就不用管他 然后我切到这边 打开京东京龙 打开京东京龙 呃 稍等一下 呃 然后我们就可以 点 找到这一个 看一下 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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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钢 好 不管你今天签没签到 都可以的啊 你只要再点一下 呃 点一下这个签到 点一下就行了 然后行了 你就可以把这个 关闭掉了 然后这边 这边就可以停止掉了 然后这边就生成一条数据 是不是 甚至一条数据 然后我们就 需要找 需要找这条数据了 找这条数据 呃 这条什么数据呢 找一个 呃 给他看一下 找一条 你大概大家每个人的不一样 呃 大概在中间这个部分 你就是这样一条一条的看 一条一条的看 找到这条 呃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边有个标记给大家的 然后 呃 我看一下 啊 这里 找到 这个开头的 呃 J 呃 JRMM 这个 重点是你看到这个 get new taken 这条 呃 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找给你大家看一下 我这条 一般是在中间点 大家 大家 找有一个技巧 有一个技巧就是这些是吧 大家找这些下标带SSL的 然后那个no date 这个就会略过了 因为它是没数据的 然后大家找 一般是在中间一点 因为我们点签到 在中间点 然后一个一个翻 打开 打开翻 翻找这些 看了没有 这一些 注意 找找找 然后这个我已经找过了 我大概记得在哪里 找这条 看了没有 找到之后就这条了 get 大家对比一下 呃 就是我 我文档给你们大家提提示的这个JRMS7 什么 就这条了 然后大家需要复制复制在哪里呢 复制从这个斜杠这块开始 get后面的这个斜杠 空格不要 斜杠 呃复制到这个 大家可能有点看不清啊 这是个3D 3D 字母 复制 从这里复制到这里 然后 这边我有写 呃 然后你最后的呃 UI地址 就是这个了 我现在这个就不用了 我就把它管掉了 你这个呃 连接地址就是 给大家看一下 需要的这个地址是不是 就是这两部分 首先第一部分是这个金 这一部分大家复制进去 然后再复制哪一部分 复制 以这一部分开头的 到那个什么3D 一直附进去 接着粘贴就行了 接着粘贴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这个吧 啊 啊 哎呀我这个还看不了了 呃 反正就是我看一下 就是这种复制了 就是 是 这一部分 加这一部分 问题是我这个是没有复制完整的啊 是你要复制到我刚刚说的那个 最后那个什么3D 这后面还有的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然后那后面是什么3D 结尾那个到这里为止 然后大家就提交就行了 提交完之后 然后那边大家立即执行 立即执行他就会签到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一下我今天签到的日子 成功完成 领到刚凤 然后并且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他不是他不单单是你会领取 那个京东金融那一个APP里面的 呃叫什么 京东APP 呃一个里面的那个刚凤 而且他会连着我们那个 每天呃每天呃 签那个购物APP 京东的购物APP里面的签到 就是金豆也会领取 还有一个就是 一个金豆还有一个 呃我一下就想不起来了 我翻一下手机看一下叫什么来着 呃叫那个券吧好像是 每天一块钱的券吧 他会每天领取我建议 呃一个是我看一下一个叫 领京东领金豆还有一个叫领券 这两个他都会领啊 每天他会自动领 好 这个是我今天已经测试过的 才给大家分享 呃 然后大家 呃可以自己去尝试的 呃用一下吧 然后后面 呃他这个再讲一下 这边比如这个这个东西是吧 他不仅是这个可以签到 他还可以签到很多东西 呃大家建立模板 原建立模板 然后使用帮助 大家看一下 呃他这边就会有 比较多的 呃有一个介绍了 啊一些怎么自己也可以自己建个站 跟我一样 啊 好 啊 啊 老规矩 呃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 呃回复关键字 呃 就可以下载 呃今天的资源了 呃今天的关键字是这个了 呃 呃然后 大家最后方便的话 呃麻烦大家 呃扫一扫这个支付宝的红包 呃领取一下红包 呃大家使用掉的话 我也可以得到一个小红包 算是大家对我的支持 呃谢谢大家 呃更多的精彩内容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 啊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